最近經常有人說新加坡取體香港,百萬富翁來講,新加坡真的過了香港 全球十大,有三個是中國,最多百萬富翁,新加坡上去第四位 東京之後,很多人擔心資本外流,香港人窮了 香港人窮了就不只是今天,這是事實 但也有一批香港人是很誇張地有錢的 平時早上開車出去,好像很多人不用上班 兩個父母都接送給子女,很厲害,有一批人是很厲害的 我們不是說沒有隱憂,但是很多人都說新加坡很快去看香港 現在百萬富翁都過了 但其實大家要看一些問題也會出現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東西 有幾樣要留意,第一,三年已經是赤字了 新加坡其實一樣是赤字預算 通脹大升,AUM已經升到歷史高位了 他有可能出了一件事,就是負人稅,遺產稅 這個不是我說的,是他們接班人總理 第四代接班人,他親口說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給大家一些資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台,最重要是按訂閱鍵 還有分享一些資訊 這些都是比較少人說的 通常我會說是早過別人說的 我通常都會早過半年或者一年 甚至幾年前說的 不然你投資沒有方向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給大家一個方向 實用一點的,知多點另一邊 就不要只提一邊 很多人只提新加坡有多好 過了香港,又說租金便宜等等 其實他們通脹非常之厲害 不差得過香港的,大家留意一下 而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是很辛苦的 壓力也是很重的,不是大家想說天堂 什麼都不用做 那麼,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住還沒訂閱就訂閱 如果詳細,你要知道如何應對 今次的絕處逢生 我慢慢會在Patreon透露 下面有一條連結,自己可以按一下 好了,先說新加坡 這個新加坡的接班人王秦才 他跟總理一樣,是哈佛大學畢業 他領抗疫有大躍進的表現 所以有可能找他做接班 大家可以查一下他的學歷等等 他的政績等等 但我們今天說 SS Under Management 即是那些資產管理 在新加坡已經破了紀錄了 一路上升 那麼去到這個情況 他們已經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財富很不均等 財富很不均等 那麼變了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財富不均等 他就會推出這個稅行 來打平 其實新加坡 也都是有這個貧富懸殊得很厲害 很差別很大的問題 那變成那些資金過去呢 他在Boomberg那邊說 已經有五種方法 就會增加這個富人稅 講明富人稅 即是說 現在引你過來 可能是一個局來的 即是好像英國那樣 然後就有事情會發生 那麼就留意一下 現在現任副總理 兼財政部長 黃秦才已經接受這個彭博 訪問的時候已經有五個方面 富人稅 會增加的了 遺產稅 遺產稅加的就厲害了 即是外國最辣的一招 就是叫遺產稅 當你去了的時候 將錢交給子女的時候 嘩 如果你不是極有錢的人 你遺產稅是走不掉 那變成了 資本利得稅就會加 財富稅 減少慈善稅的優惠 還有將現有稅率會增加 嘩 這樣就麻煩了 到最後的時候 我現在不收你 我遲些一次過收你 那所以是不是很好玩 這些動作呢 是讓你先引進來 然後後來才做的 那香港會不會跟這個 我看來的機率會比較低 因為現在和新加坡在鬥 那更加 是不敢突然間 貿貿然遺產稅 但是呢 新加坡是說明會做的 因為它的資金進去很多 那我現在不收你 我還什麼時候收你 很明顯 即是它說了會做的 那新加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8月核心通脹指數是升到5.1 是14年來新高 中國呢 那個通脹是排第尾的 差不多排第尾的 差不多排第尾的 沒有什麼通脹 但是新加坡呢 即是你做普通市民呢 不是那麼容易過的 大家不要搞錯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過 譬如交通費啊 租金啊這些呢 其實全周圍都在升 那 那就 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那CPI呢 都是破了紀錄 十四年新高 這些有了數據 那但是 但是很簡單 很多人呢 就 只是看好表面 又沒有看好多 多些的資料 那變成呢 看的時候呢 這件事就很單一 就是說 一定是新加坡 比香港好 那 那 一個地方有一樣樣好 一定有一些事情不好 不是說移民不好 那 我經常都說 看看你有沒有競爭力 那 那 那 他們也都面對通脹啊 就是普通市民是很難生活的 就是 不是容易的 大家不要以為呢 啊 轉了個地方呢 就改變了你的生活 不是這樣 不是那麼簡單啦 總之 也都要考慮這兩樣東西 好了 當你的有錢人搬過去的時候 我才開始做這個動作 啊 是不是會這樣呢 那 他們的 第四代總理已經出了聲的了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資訊的 那 希望呢 大家呢 就每一件事之前呢 都注意一下 什麼都有可能的 啊 因為呢 始終是一個派對啦 那你說真的 如果我要推行這些事情呢 是沒有人阻止到的 那會不會這樣做呢 那我們來看啦 因為我現在說的是 預視未來 預視將來發生的事 就不是說 今時今日 或者什麼時候會出現啦 不知道 那 如果你想聽多些呢 那你也記得訂閱我啦 或者在下面留言討論啦 那 怎麼都好 我經常都說一句 其實很簡單 有人說 就 特地有個網友集下面 為什麼你經常不說新加坡啊 現在新加坡都超了我們啊 你是不是禁忌不敢說啊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照說而已嘛 對吧 對我來說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偏見 所以我就說 都說了 如果你 你移民 你移民了各個那邊 你的能力比香港高 那當然你移啦 但是我移了過去 我都說了 你即時死亡的 那我怎麼會移呢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 我即時搜停口停 或者我根本是找不到吃的 那那個地方對我不是好啊 對某些人好而已 可能你在新加坡 很厲害 去打抵當地的人 那你當然是移民啦 對吧 所以就要看看自己的競爭優勢在哪 就不要盲目只看一件事 就很多人去我就去了 其實不是 這個問題就是 猛虎不及蹄頭蟲 我經常說 我寧願做蹄頭蟲 好過你過去變了蟲 對吧 那 所以看一件事 要想清楚 怎樣 是應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經常強調 我講的方法呢 是很簡單 每人做得到 還有要依照自己的能力 因為有很多時候呢 很多傳媒就很喜歡 誇大一些好處 或者誇大一些壞處 但是他們沒有詳細地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整體來說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全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去比較呢 才比較公平的嘛 所以 新加坡能不能夠取代香港呢 新加坡也有好 也有不好的 那我最近呢 也都 出了一段 剛剛出了一段 就是講 比較三個地方 會否取代香港 譬如去比較新加坡 那個 這個日本東京 都挺有趣的 我剛剛出了一段 我就放在Patreon裡面 那當然 就是 在裡面我會再分析一些 比較實用一點的方法 因為其實呢 不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經濟呢 你了解這些東西呢 其實對你想的思維 還有你的決策是很重要的 那我每天都會 留意這些資料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它轉化為我做得到的事情 有時候呢 有些事情你是做不到 你不用理 但是有些事情 你注意 因為你注意 的狀態 就不是注意在一些重點那裡 很多時候呢 被一些 沒用的聲音 迷惑了你 你搞到你不知道 向哪個方向 所以呢 清晰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看一件事呢 就不要看一邊 每樣都有兩邊 我希望你平衡這一邊 給一些你比較少聽 或者沒有注意的東西 給大家聽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有興趣的 下面留言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跟著我會再分享一下 一些圓學 其他的東西 我看到有趣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 沒有什麼特別的暗記 照說可以